亲爱的弟兄姊妹 欢迎回到611灵粮堂 现在是我们主要讲到的时间 让我们一起用了谦卑的心敞开的灵 我们一起来进入神的话 神的话将会成为你生命中最大的祝福 好 谢谢神国艺人带领我们 今天看开点 还有今天看多点 谢谢神国艺人带我们看今天看开一点 看多一点 弟兄姊妹我们确实真的 看着整个的世界在艰难的里面 弟兄姊妹我们真的看到整个世界在艰难的里面 甚至我知道我们很多人 现在一早起床就要看着那个新闻报道 我们看到很多人都一早起床的时候就要看新闻 因为我们要看着到底是哪个地方要强检 哪个地方又有人确诊 我们就要看哪里有人确诊哪里要强健 我们用上我们的理性就是很想保护到我们自己的安全 我们用理性就想要保护我们自己的安全 今天神用文数记再一次对我们的生命说话 但今天神要用民数记再次跟我们的生命来说话 神要带领我们一起去听他的话 神要带领我们一起来听他的话 所以今天我们要去到祭司带头听的第三讲 所以今天我们要来祭司带头听的第三讲 艰难时刻祭司带头听 艰难时刻祭司带头听 我们很开心又可以请到神的艺人 今天带领我们一起去读这一段经文 文数记十六章一到五十字 很开心我们今天可以邀请到神国艺人 带我们来读今天的经文 明数记十六章一到四十一到五十节 你们为什麽自告 超过耶和华的会众 莫世庭言者话就苦福在地 对可拉和他一党的人说 到了早晨 耶和华必指示谁是属他的 谁是圣结的 就叫谁亲近他 他所揀选的是谁 必叫谁亲近他 可拉呀 你们要这样行 你和你的一党要拿香奴来 明日在耶和华面前 把火盛在牢中 把香放在其上 耶和华 拣选谁 谁就为圣结 你们者利美的子孙 善致专权料 莫世游对可拉说 利美的子孙 你们听我说 以色列的神 从以色列会众 将你们分别出来 使你们亲近他 扮耶和华 将莫的事 并站在会众面前 替他们当差 耶和华 又使你和你的一切弟兄 利美的子孙 一同亲近他 这岂是小事 你们还要求 制色的職人吗 你和你一党的人聚集 是要攻击耶和华 亚伦算什么 你们竟向他发愿言 莫世达法人去照 以利亚的儿子 大滩亚比兰 他们说 我们不想去 你将我们从流奶与物之地 领上来 要在抗野杀我们 这起为小蝎 你还要自立为王 核管我们吗 并且你没有将我们 领到流奶与物之地 也没有把田地和葡萄园 给我们为业 难道你要缓这些人的眼睛吗 我们不想去 莫世就慎发怒 对耶和华说 求你不要享受他们的供物 我并没有夺过他们一匹牢 也没有害过他们一个人 莫世对可拉说 明天你和你一党的人 并雅伦 都要站在耶和华面前 各人要拿一个香牢 共二百五十个 把香放在上面 到耶和华面前 你和雅伦也各拿自己的香牢 于是 他们各人拿一个香牢 圣上火加上香 和摩西亚伦站在汇幕门前 可拉照罪 全汇众到汇幕门前 要攻击摩西亚伦 耶和华的荣光 就向全汇众显然 耶和华晓如摩西亚伦说 你们离开这汇众 我好在转眼之间把贪污灭绝 摩西亚伦就苦服在地说 神 万人知灵的神 一人犯罪 你就要向全汇众发牢吗 耶和华晓如摩西说 你吩咐会众说 你们离开可拉大摊 亚比兰障莫的四位 摩西起来 往大摊亚比兰那里去 以色列的长老也随着他去 他吩咐会众说 你们离开这恶人的障碑吧 他们的物件什么都不可摸 恐怕你们陷在他们的罪中 与他们一同消灭 于是众人离开可拉大摊亚比兰帐篷的四位 大摊亚比兰带着妻子、儿女、小孩子 都出来站在自己的帐篷门口 摩西说 我行这一切本不是凭我自己的心意而行 乃是耶和华打法我行的 必有证据使你们知道 这世人死若与世人无意 或是他们所租的与世人相同 就不是耶和华打法我来 倘若耶和华创造一件新事 使地开口把他们和一切属他们的吞下去 叫他们活活地聚落阴间 你们就明白这世人是妙是耶和华了 摩西说完了这一切话 他们脚下的地就开了口 把他们和他们的家眷 并一切属可拉的人丁 材物都吞下去 这样他们和一切属他们的 都活活地聚落阴间 地口在他们上头昭咎合闭 他们就从会众灭亡 在他们四位的以色列众人 听他们呼号 就都逃跑说 恐怕爹也把我们吞下去 又有火从耶和华那里出来 消灭了那献乡的二百五十个人 耶和华晓语摩西说 你吩咐祭斯亚伦的乙子以利亚萨 从火中捡起那些乡奴来 把火杀在别处 因为那些乡奴是圣的 把那些犯罪 自害己命之人的乡奴 叫人除成骗子 用以包谈 那些乡奴本是他们在也和 面前献过的 所以是圣的 并且可以给以色列人作记号 于是祭斯以利亚萨 将被萧之人所献的 同乡坛拿来 人就除出来用以包裹 给以色列人作纪念 使亚伦后裔之外的人 不得近前来 在耶和华面前消香 免得他遭可拉和他一党所遭的 这乃是照耶和华 借着摩西所吩咐的 第二天 以色列传会众都向摩西亚伦发怨言说 你们杀了耶和华的百姓了 会众聚集攻击摩西 亚伦的时候 向会莫观看 不聊有运彩遮蓋了 耶和华的荣光显然 摩西亚伦就来到会莫会前 耶和华吩咐摩西说 你们离开这会众 我好在转眼之间把他们灭绝 他们疑人就俯伏于地 摩西对亚伦说 那里的香炉 把坛上的火盛在其上又加上香 快快去到会众那里 因为为熟他们的罪 因为有愤怒从耶和华那里出来 瘟疫已经发作了 阿伦照着摩西所说的拿来 跑到回中 不料 瘟疫在百姓中已经发作了 他就加上香为百姓赎罪 他站在活人死人中间 瘟疫就止住了 阿们 弟兄姐妹们 我们一起低头祷告 祝你求你今天早上释放你的话语 祝你今天早上释放你的话语 祝透过《文书记》十六章 对我们的生命说话 透过《明书记》十六章来对我们的生命说话 祝我们看见你的呼召 看见你为我们预备的出路 祝我们多谢你 祝我们谢谢你 祝我们祝耶稣基督的名 阿们 透过今天神国艺人的演出和读经 透过今天神国艺人的演出和读经 我们很熟悉《文书记》十六章整个故事 我们很熟悉《明书记》十六章整个故事 我们看到整个故事就是 可拉和二百五十个有冥王的首领 一起半变 我们看到整个故事就是 可拉跟两百五十个有冥王的首领 一起来叛变 摩西就去劝告他们 但是这帮领袖继续诬告摩西 摩西就来劝告他们 带这一群领袖继续来诬告摩西 最终摩西决定取出香炉 最终摩西就拿出香炉 叫大家一起去献香 看一下神选选的是哪一个 叫大家一起献香看一下神选选谁 同样审判就来到 同样审判就来到 可拉党就面对大地裂开的审判 可拉党就面对大地裂开的审判 整个的党羽和他们的家属所爱的 全部被大地去吞灭 整个党羽跟他们的家属 他们所爱的就一起被吞灭 而二百五十个首领当他们献香的时候 上帝从天降火叫他们全部消灭 两百五十个首领一起献香的时候 神就从天降火把他们烧灭 但两个灾难过去之后 人继续发怨言 但两个灾难过去之后 人继续发怨言 然后瘟疫就来到 弟兄姐妹 今天我们都在瘟疫的日子 弟兄姐妹 我们今天都在一个瘟疫的日子 但神要透过文书记十六章 去对我们说话 但神要透过明书记十六章来对我们说话 到底瘟疫灾难是怎样来到 到底瘟疫灾难是怎样来的 到底瘟疫灾难又要怎样的止息 而弟兄姐妹 你和我的角色又要站在哪个位置 弟兄姐妹 你跟我的角色要站在哪个位置 我们来讲到第一点 我们说藐视不听成大错 藐视不听成大错 其实整个故事不断地让我们去反省 整个故事让我们不断地来反省 到底在今天的日子 在艰难的里面 我们怎样向前走 我们见到可拉和他的领袖 全部都是不听和藐视的 我们看到可拉和他的领袖 全部都是不听和藐视 但这个故事是怎样发生的呢 但这故事怎样发生呢 我们知道原来可拉和摩西亚伦都是歌车族的 我们知道摩西亚伦和可拉都是歌车族的 甚至在族谱里面其实是同辈 甚至在主谱里面他们都是同辈 但是摩西亚伦就被简选成为祭司 成为领袖 但是摩西亚伦就被起来 拣选成为祭司跟领袖 而在剧里面的角色 告诉我们 可拉一党就是利美人 他们要搬圣殿里面的圣物 在剧里面就告诉我们 可拉一党他们就是要搬圣殿里面的东西 这个是他们两个很大的不同 这是他们两边很大的不同 而可拉一党在这个时候 开始他们心里面窒渡 可拉一党在这个时候 他们心里面嫉妒 为什么我们要在会莫那里 为什么我们在会莫当中这么辛苦呢 但是光芒就在摩西亚伦的上面 但光芒就在摩西亚伦的身上 甚至楼边都加入一切 甚至连流变都加入一起 其实在会莫的阵营里面 楼边之派和歌车族是在附近的 其实在整个会莫里面 楼边和歌歌下族 他们的地势是在一起的 整个分化的氛围 就在会莫的南部出现 整个分化的氛围 就在会莫的南边开始 楼边之派都会说 我明明是长子来的 流变之派会说 我明明就是长子 但今天长子的名分没有了 神简选摩西亚伦成为领袖 最终两班人结合在一起 成为了可拉党 最后两班人就合在一起 就成为了可拉党 故事就讲他们开始起来 攻击摩西亚伦 而这个攻击圣经里面的原文 就是说他们敌对摩西 敌对亚伦 就是他们敌对摩西 敌对亚伦 他们要站在摩西和亚伦之上 他们要站在摩西和亚伦之上 我们看到可拉一党充满着骄傲 我们看到可拉一党充满了骄傲 甚至他们说了 我们的民众 我们个个都是圣洁的 所以他们说 我们的民众 我们个个都是圣洁的 为什么神你 只是拣选摩西跟亚伦呢 为什么神你让他们可以自告 为什么神你让他们可以自告 他们没有看到 其实他们刚刚才犯罪得罪神 他们没有看到他们 才刚刚犯罪得罪神 于是摩西起来就劝告可拉一党 于是摩西就起来 劝告可拉一党 他说可拉啊 你们听啊 他说可拉啊 你们听啊 你们是利未的子孙 你们是利未的子孙 其实你们是被拣选的 你们是被拣选的 在以色列众百姓里面 唯有你们可以去亲近神 在以色列众百姓里面 唯有你们可以来亲近神 但是为什么你们没有看见上帝的简选 但是为什么你们没有看见上帝的简选 甚至你们要潜约 你们要拿祭司的位分 甚至你们要潜约 要拿祭司的位分呢 摩西去问他们 为什么你们不守本位 摩西去问他们 为什么你们不守本位 而摩西很清楚见到的 他们是藐视着神 摩西呢 他看到的是他们在藐视神 同样摩西呢 就去劝告其他的党羽 摩西呢 就去劝告其他的党羽 甚至呢 这帮流便的支牌 他们说我们连见都不见摩西 甚至呢 这一群流便的支牌 他们说我们连见都不想见到摩西 他说你这个摩西啊 是你把我们从流奶与蜜之地 领过来这个地方 是你把我们从流奶与蜜之地 领到这个地方 你要在旷野里面杀我们 你要在旷野里面杀我们 你要自立为王管辖我们 你要自立为王管辖我们 你没有让我们享受到任何的产业 你没有让我们享受到任何的产业 你是不是把我们当成虾的 我们很清楚知道 根本就是你是来害我们的 我们很清楚地知道 是你来害我们的 等着每一群可拉党完全地扭曲 弟兄姐妹这群可拉党 是完全地扭曲 明明上帝听到他们的哀求 将他们从埃及地领出来 去到英虚之地 明明神听到他们的哀求 将他们从埃及地领出来 进入到义许之地 但未去到英虚之地 就在这个旷野里面 但是没有进到义许之地 就在旷野当中 他们就已经想翻转头 他们就想要回头 甚至他说 这个埃及地 他们扭曲成为流奶与蜜之地 甚至他们扭曲埃及地 成为流奶与蜜之地 这是完全地扭曲 甚至摩西在一次一次地 为他们去代求 甚至摩西在一次一次里面 去为他们带走 他却说摩西 你是来杀我们的 他却说摩西 你是来杀我们的 这是他们完全地扭曲 这是他们完全地扭曲 他们没有看见 他们没有看见 他们更加没有听见 更加没有听见 他们没有听见 是神的呼召 他们没有听见 这是神的呼召 他们仿佛好像聋了一样 没有听见 神由埃及地 一直带领他们 一直地对他们说话 他们好像是聋了一样 没有听到神 从出埃及的时候 一路来对他们说话 并且这个厅背后 是一个对神极深的藐视 这个不听的背后 是对神一个极深的藐视 我们知道 二百个五十个首领 他们都藐视神 我们知道这两百五十个首领 他们都藐视神 故事里面 讲到摩西就起来 他说好啊 既然你们攻击我 他说好 既然你攻击我 我不去解释 我不解释 我们一起去到上帝的面前 我们一起来到神的面前 我们一起就拿我们的香炉出来 我们就献香 我们一起拿香炉出来 我们就献香 但等姐妹你知道吗 这个香炉其实是生物来的 但弟兄姐妹你知道吗 这个香炉就是一个圣物 原来在出埃及及摩西的律法里面 已经讲得很清楚 在出埃及记 摩西的律法里面讲得很清楚 这个香炉里面所献的香 这个香炉里面所献的香 全部都是神说要分别为圣的 甚至神说如果任何人尝试去制造这些香 去弄这个香炉 甚至神说如果有人自己要来弄这个香 做这个香炉的话 凡闻到这些香的 凡闻到香味的 这人都要从民中剪除 这人都要从民中剪除 但奇怪的地方是当摩西叫250个领袖去拿出香炉的时候 但奇怪当摩西亚伦叫250个领袖拿出他们的香炉的时候 为什么每一个人他们都可以拿到一个香炉出来呢 为什么每一个人手上都有一个香炉呢 其实摩西亚伦一早就知道这一帮人 其实摩西亚伦早就知道这一群人 他们定义要去造反 他们是处心积虑的 他们是处心积虑的 他们根本每一个人都想献烦火 根本每一个人都想献烦火 他们根本每一个人都想用自己的方式去敬拜这一位神 根本每一个人都想用自己的方式来敬拜这一位神 一早就已经做好部署 一早就已经做好部署 摩西亚伦都知道 摩西亚伦都知道 而摩西亚伦更加康见的就是 其实这一帮人他们心里面一开始已经藐视着神 摩西亚伦更看到是这群人一早已经藐视神 他们没有听到神的律法 他们将神所说的说话当是耳边风 他们将神所说的律法当成耳边风 他们不服神的安排 他们觉得上帝你是错的 他们觉得上帝你是错的 甚至这一帮的可拉党这一帮的领袖 所以这一群的可拉党他们这一群的领袖 他们说如果我是上帝 他们说如果我是上帝 我不会选摩西亚伦 如果我是上帝 如果我是上帝 我不会只用他们可以去敬拜 我不会只是用他们来敬拜 我们每一个人都可以做我们自己生命的祭司 我们每一个人都可以做我们生命的祭司 上帝为什么我要听你讲 上帝为什么我要听你讲 摩西亚伦为什么我要听你讲 摩西亚伦为什么我要听你讲 完全的不听 完全的不听 完全的藐视 完全的藐视 让我们知道最终大地裂开 让我们知道最后大地裂开 从天降火 从天降火 这个灾难是前所未有的 这个灾难是前所未有的 神说这一件新事 神说这个新事 以前圣经里面从来没有发生 以前圣经从来没有发生 以后都没有再发生 以后再也没有发生 这是极大的灾难 这是极大的灾难 神用这个灾难 永远不要走这一条路 但以色列人的选择是怎样呢 但以色列人的选择是怎样呢 这件这样的超自然的歧视发生了 这个超自然的歧视发生了 我们会想象人应该听见 人应该悔改 人应该悔改 但我们看到经文16章41节 故事发展到第二天 以色列全部还再一次 起来向摩西亚伦发怨言 以色列决婚之后再一次 来向摩西亚伦发怨言 你们杀了耶和华的百姓了 你们杀了耶和华的百姓了 你们杀了耶和华的百姓 他们仿佛好像没有听见神的声音 他们仿佛好像没有听见神的声音 没有看见神的作为 没有看见神的作为 我们可以想象 被火烧死这250个领袖 我们可以想象被火烧死的 这250个领袖 其实是来自以色列传会中 只是来自于以色列全会中 当全会中看见他们的领袖被火烧死 当以色列全会中看到他们的首领被火烧死 那一刻他们做了一个决定 那一刻他们做了一个决定 他们选择将上帝 将神的说话全部的整走 他们决定将神的说话完全放下来 他们好像失去了思想一样 他们好像失去了自己的思想 那些是我们的亲人来的 这是我们的亲人 无论如何我支持他们到底 无论如何我们都要支持他们到底 是跟非不重要了 是跟非都不再重要了 重要的是我所爱的人 重要的是我所爱的人 但他们看着人的同事 他们看不见上帝 他们看着人的同事 他们看不到上帝 再一次的藐视上帝 再一次的藐视上帝 我们看到一群的可拉党不听藐视 神让大地裂开 从天降火带来审判 神让大地裂开 让火从天来审判 但是整群的百姓 他们不听他们的藐视 一群百姓的不听跟藐视 神用瘟疫 神用瘟疫 临到整个百姓的里面 临到整个百姓当中 审判来到 河拉党和众百姓 同一个问题是什么呢 可拉跟众百姓的问题是什么呢 他们骄傲 他们不听 他们不听 甚至他们藐视上帝的作为 甚至他们藐视上帝的作为 他们不服安排 他们不服安排 他们容许这个分化分裂 在整个的以色列的 会幕的前后发生 他们容许这个分化跟分裂 在以色列会幕的前后来发生 弟兄姐妹这个故事 跟我们有什么关系呢 弟兄姐妹这故事 跟我们有什么关系呢 原来很多时候 有时我们对上帝的安排 都会有这样的质疑 因为很多时候 我们对上帝的安排 都会有这样的质疑 上帝为什么你会让我有这个病呢 上帝为什么你让我有这个病呢 上帝为什么你容许 我的家里经历这些患难 为什么你容许我的家 有这样的患难 甚至今天我们都会问 神 为什么你会容许疫情示弱呢 甚至今天我们都会问 神 你为什么容许疫情肆虐呢 这是我们很多跟随神的人 我们生命里面都有的挣扎 甚至很多跟随神 我们这样跟随神的人 心中都会有的挣扎 甚至教会的弟兄姐妹 甚至教会的弟兄姐妹 好像刚才Michael和Aster所分享的 我们会质疑 你讲的教导是否可以应用到的 我们会质疑说你的教导 是不是真的我可以应用得到呢 只是祈祷 只是读经就有出路了吗 只是祷告 只是读经就会有出路了吗 好像Michael的分享 小组长 你是不是真的爱我呢 小组长 你真的爱我吗 你讲的东西是不是真的可靠呢 你说的话真的可靠吗 我们里面都会有怀疑不信 我们里面都会有怀疑不信 以至于我们听不到所有好的说话 以至于我们听不到所有好的说话 所有为我们好的真理那些爱 我们都听不见 所有为我们好的真理那些话语 我们都听不到 特别在职场里面 弟兄姐妹 你有没有经历过这一份的氛围 你有没有经历过这一份的氛围 在职场里面不守本分 甚至很想去越拳 甚至好想越拳 总是觉得我的决定比上司更有智慧 常常都会说如果我做老板 我一定不会这样做 甚至总是觉得老板比不上自己 甚至总是觉得老板比不上自己 然后就开始不停在公司里面讲是非 职场里面分党分派 职场里面分党派 仿佛这一个是每一间公司的写照 仿佛就好像是每一间公司的写照 当我毕业踏入职场里面 当我毕业进入职场里面 其实我在教育界 相对就觉得应该是比较单纯的界别 我觉得在教育界是一个比较单纯的界别 但同样在进入职场里面 都会有这些党派 但一入到职场都会有这样的党派 我记得上班第一个礼拜 就会有很多人告诉我 你要小心谁小心那个 上班第一个礼拜 已经有人跟我说 你要小心这个人 小心那个人 当时我里面充满恐惧 当时我里面充满恐惧 但我觉得我跟神说 神啊我不想走这一条路 但我跟神说我不想走这条路 但不知道为什么在职场几年过后 但不知道为什么在职场几年过后 好像这些东西都是根深蒂固 好像这些东西都已经根深蒂固 我记得试过老板 有一个期间 校长就说 这个期间我们可以早下班 我记得校长讲过 这段时间我们可以早点下班 早下班的时候 我们就会一起跟同事觉得 提早下班我跟同事就觉得 是不是那些老板想偷懒 他们自己想早下班 所以就叫我们全部人都可以早走 是不是老板偷懒 他自己想早点下班就叫我们全部都走 他就可以下班 我们就要继续在这里加班 他就可以下班 我们就要继续在这里加班 但一年过后 突然间这个政策取消了 但一年之后 这个政策就突然取消了 在职场里面 我们又会觉得 在职场里面 我们又会觉得 明明可以早下班 为什么突然间又不可以早下班 明明可以早点下班 为什么现在又不能 根本是对我们的压诈 根本就是对我们的压诈 原来无论情景是怎么样 我们都可以从负面的出发 无论情景是怎么样 我们都可以从负面里面来出发 总是觉得权柄是错错错 总是觉得权柄错错错 这个是职场里面的光景 这是在职场里面的光景 即使我们是基督徒 就算我们是基督徒 我们都被这个氛围影响 我们都被这个氛围来影响 甚至我知道我这样都是扭曲的 我甚至也知道我这样是扭曲的 而我见证着 在这样的职场环境里面 我见证着 在这样的职场环境当中 整个环境 一个一个的同事就要离开 在这样的环境里面 同时一个一个离开 不知道为什么大家很努力去工作 但是我们的工作那一刻都见不到 不知道为什么大家很努力工作 但是国效都见不到 我们知道我们没有在祝福当中 甚至我心里面和自己说 我们这样走下去 是会在咒诅的里面 我甚至跟自己讲说 我们在藏佐下去会在咒诅里面 但这个不只是职场 好像我们整个环境都是这样 好像整个环境都是这样 但神透过可拉的事告诉我们 藐视神不停 藐视神不停 必定会有审判 必定会有审判 面对这样的光景 灾难之后又有灾难 灾难之后又有灾难 作为跟随神的人 作为地上的祭司 作为地上的祭司 我们要怎么面对呢 第二个反省 我们看到祭司里面人的选择 第二个我们来看到 祭司另一位人的选择 我们看到摩西亚伦 他们从来没有放弃过祭司的位分 我们看到摩西亚伦 从来没有放弃过祭司的位分 我常常在想如果我是摩西亚伦 我常常在想如果我是摩西亚伦 当整群百姓这样群起去攻击我 当百姓群起攻击我 我应该就会直接说 我不做了 我应该就会说那我不做了 上帝我一早就说了 我搞不定了 上帝我一开始就告诉你 我搞不了了 上帝你不要整股我了 上帝你不要玩我了 我做一个普通的平民百姓算了 我做一个普通平民百姓算了 我不做祭司了 我不要做祭司了 这个可以是我的选择 这可以是我的选择 甚至我们可以做另一个选择 甚至我们可以做另外一个选择 他们这样攻击我 他们这样来攻击我 上帝你救了这一帮的百姓 上帝你救了这一帮的百姓吧 他们得罪你 他们得罪你 他们犯罪了 这个又可以是我们的选择 这又可以是我们的选择 但摩西亚伦他完全没有这样做 但摩西亚伦完全没有这么做 坚守祭司的位分 坚守祭司的位分 上帝是你拣选我的 无论百姓怎么样 无论百姓怎么样 无论环境怎么样 我站在我的位置上面 我站在我的位置上面 继续做祭司 继续活在神的呼召里面 特别在经文里面 讲到瘟疫来到 当瘟疫来到的时候 摩西就跟亚伦说 你立刻就去 拿你的香炉出来 为百姓祷告 为百姓祷告 第四十八节 亚伦就站在活人死人中间 瘟疫就止住了 亚伦就站在活人死人中间 瘟疫就止住了 弟兄姐妹这是一个什么画面 过去我们不明白 但今天我们真的在疫情里面 但现在在疫情当中 你可以想象当时整个环境 就是很多很多的人染上瘟疫 你可以想象在当时的环境里面 很多的人染上瘟疫 甚至亚伦就去到活人死人中间 亚伦就去到活人跟死人的中间 那群死人就是染上瘟疫而死的人 他们是带着瘟疫的 这群死人就是染上瘟疫而死的 而那群活人 他们已经可能是怀疑确诊的一群 而活人就是怀疑确诊的一群 但摩西就去到那个疫区的里面 但摩西就去到疫区的当中 亚伦就拿着那个香炉去跪下 亚伦就拿着这个香炉 他就跪下来 在活人跟死人的中间 在活人跟死人的中间 站在祭祀的位分上面 站在祭祀的位分上面 他拿香炉点上香 他拿香炉点上香 他让那个轻香之气去到神的面前 止住神的怒气 他让那个心香之气到神的面前 止住神的怒气 这是亚伦坚定的选择 这是亚伦坚定的选择 我们可以想象他附上的是几大的信心 我们可以想象他附上多么大的信心 因为他知道神必定会保护他 因为他知道神必定会保护他 在瘟疫的里面他仍然可以被保护 在瘟疫的里面他依然可以被保护 甚至他没有再计较人的攻击 所以他没有再计较人的攻击 他没有说这群的活人死人都是攻击我的人 他没有说这群的活人死人都是攻击我的人 他听着神的声音 他听着神的声音 神你叫我起来做祭司 神你叫我起来做祭司 我就起来做祭司 面对攻击 面对患难 面对患难 亚伦他用生命显上这个轻香的祭 亚伦用他的生命来献上这个辛香的祭 我记得当我踏入职场的里面 我记得当我进入职场 其实我里面对福音是很有热情的 因为我读书的时候 我就不停地将我的同学带回来教会的里面 因为我读书的时候 就不断将我的同学带到教会当中 但当我踏入职场 当时我就很害怕一份合约 逐约的时候如果有什么差池 我就不可以再在那里工作 我很怕合约 续约的时候 我一有差池就不可以在那里上班了 我很怕面对攻击 我很怕面对攻击 所以当我踏入职场的时候 其实我从来不敢分享我在教会的事 所以当我在职场 我从来不敢分享我在教会的事 甚至当时miss他会在学校里面 我的同事他会说很多福音的事 当时我的同事miss harry 他就会在学校里面讲很多福音的事 但我里面就会很害怕 但我里面就很害怕 我不敢起来做祭司 我不敢起来做祭司 我里面有恐惧 我里面有恐惧 我就是很怕万一我得罪了人的时候 我会失去我的工作 我就很怕当我得罪人的时候 我就会没有工作了 但我记得当我转去一份新工作的时候 但当我转到一个新的工作 Debbie牧师为我发预言 Debbie牧师为我来发预言 他说不用怕 你要得人如得鱼 你要得人如得鱼 于是我就起来我跟神说 上帝啊 我很想去经历你的神迹 我就起来跟神说 神啊我要经历你的神迹 于是我在新的环境里面 所以我就在新的环境里面 我去到每一个的课室 我就分享我是基督徒 我去到每个课室 我就去分享我是基督徒 甚至我带一个一个的学生 就去信耶稣回团契 我带一个一个又一个的学生 就信耶稣回团契 甚至来到教会的里面 甚至来到教会当中 去决志去信耶稣 我经历当我这样 去将福音传开的时候 我经历当我这样 将福音传出去的时候 当我不再害怕我勇敢的时候 原来神真的与我同在 原来神真的与我同在 甚至在这个职场里面 我不断地被提升 甚至在职场里面 我不断地被提升 即使我在校园里面 去传福音 就算我在校园里面传福音 但我仍然可以 在职场里面 继续地发挥自己 但我仍然在职场里面 去发挥我自己 神与我同在 神与我同在 甚至我可以起来 去扮福音营 扮福音的活动 我可以起来 举办福音营跟活动 拿着上帝 给我在职场的权兵 拿起神 让我在职场的权兵 弟兄姐妹 我们都要这样 拿着神给我们的权兵 弟兄姐妹 我们都要拿着 这样神给我们的权兵 在我们的职场里面 我们继续做祭司 在我们的职场里面 我们继续来做祭司 神要大大的使用我们 神要大大的使用我们 在职场里面 我们继续选择敬卫神 在职场里面 我们继续选择敬卫神 神要带领我们 最后我们看到 第三个反思 这个瘟疫 是怎样止住的呢 这瘟疫要怎样止住呢 不住的代求 不住的代求 神的拯救 就要临到我们中间 不住的代求 神的拯救 就要临到我们当中 在文数记十六章里面 上帝有两次的显现 在明书记十六章里面 上帝有两次的显现 但两次的显现 附带着的都是审判 两次的显现 附带的都是审判 第一次的显现 神就跟摩西亚伦说 第一次显现 神就跟摩西亚伦说 全会众攻击我 全会众攻击我 攻击你们 你们离开这会众 你们离开这会众 我好在转眼之间 把他们灭绝 我好在转眼之间 把他们灭绝 摩西亚伦的选择 马上就是俯伏在地 摩西亚伦选的就是 马上俯伏在地 他说神啊 万人之灵的神 他说神啊 万人之灵的神啊 一人犯罪 你就向全会众发路吗 他就是这样 起来去代购 他就起来带球 最终神的审判 没有审判全会众 最终神的审判 没有审判到全会众 当可拉一党 他们被审判的时候 当可拉一党 起来被审判的时候 其他的百姓 全部得到保护 他们是安全的 其他的百姓 他们同样得到保护 他们安全了 是祭司的代购 是祭司的带球 同样神再一次的显现 就是当全会众发怨言的时候 当神再一次显现 全会众发怨言的时候 上帝再一次说 你们离开这会众 我好在转眼之间 把他们灭绝 上帝说 你们离开这会众 我好在转眼之间 把他们灭绝 摩西亚伦再一次的 俯伏代求 摩西亚伦再一次 俯伏代求 结果我们知道 故事的结束 我们知道故事的结束 瘟疫就止住 瘟疫就止住了 在那一万四千七百日 七百人被审判之后 瘟疫就完全止住 在那一万四千七百人被审判之后 瘟疫就止住了 弟兄姐妹不住的代求 弟兄姐妹不住的代求 神透过《民数记》十六章 同样我们说不住的代求 神透过《民数记》十六章 告诉我们要不住的代求 起来成为这个世代的祭司 起来成为这个世代的祭司 整个历史里面 我们看到听和不听 是生死的关键 我们看到在整个历史里面 听跟不听 就是一个生与死的关键 不听的面对审判 但是听神的却将拯救带来全地 不听的面对审判 听的却将整个拯救带来大地 就是弟兄姐妹面对世界的艰难 弟兄姐妹面对世界的艰难 神已经拣选了你 和我成为这个地上的祭司 神已经拣选了你 跟我成为这个地上的祭司 我们一起守住祭司的角色 我们一起守住祭司的角色 我很小时候就来到六一教会 我很小的时候就来到六一一 我一路被教导我要听 我一路被教导我要听 我一路听的教导就是 顺服就有神迹 一路听的教导就是顺服就有神迹 顺服就有蒙福 顺服就会蒙福 甚至在人眼中 每一个人都觉得周易俊是一个好听的人 甚至在人的眼中都觉得 周易俊是一个很能听的人 从来都不会反权兵 从来都不会反权兵 当我知道要起来传福音 我就将人带回教会 当我知道起来传福音的时候 我就要将人带到教会 但当我一路一路将人带回来的时候 但当我一路一路将人带回来的时候 有一次我面对老师对我的质疑 有一次我面对老师对我的质疑 他抓住我们几个回六一一的同学 他抓住我们几个回六一的同学 他就说 为什么你会回这一间教会 为什么你要回这个教会呢 当时我里面很多的挣扎 我里面很多的挣扎 我用神给我的信心 我一句一句去回应他的质疑 我用神的信心一句一句的去回应他的质疑 最终我赢得老师对我的信任 最后我赢得老师对我的信任 我可以继续这样将人带回教会 但不知不觉我里面有一种恐惧 但不知不觉我里面有一个恐惧 我很怕面对攻击 我很怕面对攻击 特别我分享我在大学的时候 特别我分享在大学的时候 当时是我属灵里面一个最低的低点 当时是在我属灵里面一个最低点 当时我里面充满很多的批判思考和理性 我里面充满很多理性和批判思考 甚至我不知为什么对教会就越来越多的意见 所以为什么我里面对教会就有越来越多意见 我很怕我们面对传媒的攻击 我很怕我们面对传媒的攻击 我很怕面对我身边的人的质疑 我很怕面对旁边人的质疑 甚至人为我发预言 我里面都会有很多很多的理性 但是当有人为我发预言 我里面都有很多的理性 对港台的教导 我都有很多很多的批判 对讲台的教导我也有很多的批判 但我记得在2013年 但在2013年 神用天吐台风对我生命说话 神用天吐台风来对我的生命说话 当时我们教会举办了一次户外的浸礼 当时教会举办户外敬礼 但几天前他收到消息 就说有一个很强的台风 天吐要来到香港 但几天之前就收到 有一个很强的台风 天吐要来到香港 当时我就去 和我当时的女朋友说 当时我就跟我当时的女朋友说 太可怕了这件事 怎么会台风的时候 还在户外那里崇拜的 我一定不会出席 太可怕了 怎么台风那么大 还在户外举行崇拜呢 我一定不会出席 甚至当天他已经去到会场 其实当天他已经去到会场 他打电话给我 他打电话给我 我就说我不去 我就说我不去 我里面其实很害怕 其实我里面很害怕 我很害怕 一方面我很爱教会 我很害怕教会又面对被传媒的诬告 一方面我很爱教会 很怕被传媒诬告 但另一方面 其实我里面自己都有很多的挣扎 但一方面我里面有很多的挣扎 但神让那件神迹 发生改变我的生命 但神让这个神迹来改变我的生命 当时我没有出席到 当时我没有出席 但我看着天文台的消息 但我看着天文台的消息 原来你告诉我 这个超强的台风 当他来到香港的时候 台风就一路一路的减弱 当这个超强的台风来到香港的时候 它的强度就一路的减弱 甚至我知道其实教会的牧者 他都已经做了最好的准备 也知道教会的牧者做好最好的准备 有理性 有理性 但是都有信心 但都有信心 结果天文台没有让这个台风去高挂 结果天文台没有让这个台风高挂 甚至在当日在会场的大兄姐妹 都经历了一个神迹 甚至当天在会场的弟兄姐妹 都经历到这个神迹 明明说有超级台风来到 但是在整个户外的场地 所有的水是风平浪静的 明明就说有超级台风 可是在现场却是风平浪静 甚至那些仪器搬走之后 才开始有少少的雨水落下来 甚至当仪器搬走之后 才开始有雨水落下 教会选择有信心有理性 教会选择有信心有理性 但对我来说我更加看到 原来上帝是保护教会的 但是我更加看到上帝是保护教会的 因为神与祭司同在 原来神与祭司同在 我们不是没有理性地去做任何的事 我们不是没有理性去做任何的事 但是当我们在信心里面做决定的时候 但是当我们在信心里面去做决定的时候 神与我们同在 所以改变我的眼光 上帝改变我的眼光 甚至到我来到611 我成为同工我去读学房 甚至到我来到615 成为同工读学房 在社运和疫情 在社运和疫情 我看到教会做一个一个的决定 我看到教会做一个又一个的决定 牧师一直鼓励我们 无论如何 勇敢地站在真理当中 无论如何要勇敢地站在真理当中 不要理媒体怎么说 不要理媒体 不要理人怎么说 我们有理性 但我们更加有信心地站在祭司的位分上面 外面很多年轻人已经离开了他们的教会 但几年过去 我看到我们站在真理里面去宣讲 但几年过后我看到我们站在真理里面去宣讲 年轻人没有离开 年轻人没有离开 甚至我看到我们的年轻人 并且不停地增长 甚至我看到我们的年轻人不断地增长 继续的成长 继续的传福音 起来牧养 继续的成长 继续的传福音 继续的起来牧养 甚至在最后的实体月术 在1月6号 在最后一次的实体月术 1月6号 我记得月术之前我们开过策展会议 我记得在月术之前我们开过策展会 我里面又有恐惧 我里面有恐惧 我就立刻在这里看 其他教会是怎样面对这些事情的呢 看到其他教会怎样面对这个事情呢 但是牧师选择带头听 但是牧师选择带头听 他说我们只是听神的声音 他说我们只听神的声音 我们了解环境 但我们亦都会专心听神的声音 我们了解环境 但我们要专心听神的声音 结果我们一起经历神迹 结果我们一起经历神迹 等于姐妹我们一起将掌声归给我们的神 刘雨姐妹我们一起将掌声归给我们的神 谢谢医卷传道 弟兄姊妹 弟兄姊妹 一路听我一路在这里领受 神啊你要跟我们弟兄姊妹 全地说什么呢 一边在听我一边在领受神啊 你要对我们弟兄姊妹 对全地讲什么呢 我心中是很复杂 我心中很复杂 我领受到今天我们所处的这个时刻 我领受到我们今天所处的这个时刻 我们大提说艰难时刻 我们大提说艰难时刻 又可以改为瘟疫时刻 又可以改为瘟疫时刻 但这一切都不足以表达到我今天所领受 但这一切都不足表达我今天所领受的 其实是审判的时刻 其实是审判的时刻 是末世主在来之前的时刻 是末世主在来之前的时刻 是最后的时刻 是最后的时刻 为什么这样讲呢 为什么今天你看到 第十六章这里 就是神因为荷拉党 这样就要消灭了全媒众 几百万的以色列人 全部要杀了 向全媒众发露要杀了他们 神向全媒众发露要灭绝他们 神有没有 有没有违背你的慈爱呢 神啊你有没有违背你的慈爱 神啊需要这样吗 我们人我们会问神 神啊为什么要玩这么大 我们都是人 我们就会问神 神啊你弄这么大吗 神为什么要消灭全媒众呢 全媒众对以色列人来讲 就是全部 全媒众对以色列人讲 就是全部 今天这个世界 其实神 用瘟疫去到全地 其实神让瘟疫去到全地 又有地震 昨天看到新闻 日本九州有六点五 起码六点六级的地震 昨天我看到新闻说 九州日本九州地震六点六级 东家群岛震源 日本又震 汤家群岛震完了 日本又震 这个世界很艰难 那这个世界很艰难 究竟什么事发生呢 这个是一个什么时刻呢 究竟什么事发生 这是什么时刻 是世界要消灭的时刻 是世界要消灭的时刻 神要消灭 如果应用在我们今天 如果应用在我们今天 就是全地都面对死亡威胁的时刻 就是全地都面对死亡威胁 是一个全地面对审判的时刻 是一个全地面对审判的时刻 第十六章 为何神要这么做呢 神为什么要这样做 其实在十四章那里已经讲了 其实十四章已经讲了 当以色列十二个探子 回来十个报恶信的时候 神已经要消灭以色列传媒众 当以色列十二个探子去窥探的时候 十个回来报而行 神已经要消灭以色列传媒众 在那次里面神的荣光又显现了 在那次神的荣光又显现了 向以色列众人显现 那在以色列众人面前 就是在以色列众人面前 神显现了 神就跟摩西讲了 十一十二节请打出来 这把声藐视我 藐视这个字在十六章又出现 是不是 两次 这百姓藐视我 这里的藐视 在十六章已经出现两次 要到什么时候呢 我在他们中间了解一切神迹 他们还不信我要到什么时候呢 我要用瘟疫击杀他们 使他们不得承受那地 这百姓藐视我要到几时呢 我要在他们中间行着一切神迹 他们还不信我要到几时呢 我要用瘟疫击杀他们 使他们不得承受那地 所以十六章这个瘟疫不是一时之间 所以十六章的瘟疫不是一刻之间的 在十四章之前 神已经说要用瘟疫来击杀他们 在十四章之前 神已经说要用瘟疫击杀他们 是全会中 所有藐视神的人 所有藐视神 悲逆神的人 来到第十四章的时候 摩西就求了 所以神就暂时不过这个瘟疫 所以十四章摩西就带求 神就暂时没有放出这个瘟疫 就给他们恩典 在这个恩典当中 来到第十六章 他们又继续藐视神 他们又继续藐视神 原来恩典当中 他们没有去悔改 原来在恩典当中 人没有悔改 没有继续去听神 没有继续听神 他们藐视不听 他们藐视不听 就是今天我们的主题 他们藐视不听 所以就注重大错 其实是带来大大的灾难 就是今天第一个主题 藐视不听造成大错 就是带来大大的灾难 神一路就要消灭他们 要降瘟疫 神一直就要消灭他们降瘟疫 但是摩西的代求 瘟疫停止 瘟疫停止 没有降下来 但是以色列继续的撥疫 但是以色列继续卑力 最后瘟疫就出现 最后瘟疫就出现 先有地裂 再有火降下来 然后有火降下来 讲到火 我们也看到这个世界上 澳洲也有大火 澳洲有大火 美国也有大火 美国也有三年大火 就是巴西那边 以前有森林大火 阿姆逊河 巴西以前的亚马逊河 之前也有大火 地球的肺又受损 地球的肺受损 所以今天瘟疫很容易发生 弟兄姊妹 看不看到 弟兄姊妹你看见 我们今天活在什么世代 我们今天活在的是 怎么样的时代 是咒诅临到全地 全地面对审判 而神又给我们恩典 但是我们却仍然 这个世界上 继续的藐视不听而我化身 但是我们在这世上 仍然藐视不听造成大错 我看到这一段圣经 我再想回神带领我们 去住到现在的地方 我就想到神带领我们 去住到现在住的地方 去更年1月1日的信息里面 在今年1月1日的信息里面 耶和什瓦2022 方舟红线 我请将方舟的幅画 我们可以把方舟的照片打出来 我每天都对着方舟 我们每天对着方舟 神今天也跟大家讲 罗亚的方舟 其实是什么意思呢 审判即将来到 我们不要再藐视不听 我们不要再藐视不听 以色列人传媒中藐视不听 以色列人传媒中藐视不听 荷拉党藐视不听 荷拉党藐视不听 大滩这一群人也藐视不听 大滩这一群人也藐视不听 250个领袖 媒中的领袖和传媒中 都藐视不听 250个领袖和全会中 都藐视不听 他们要面对审判 他们面对瘟疫的审判 今天听见我们在瘟疫当中 我们应该怎么做 我们应该怎么做 我们看到 我们看到 可拉党 我相信可拉党 我相信可拉党就是这样 我相信可拉党是这样 他藐视神 他藐视神不听神 为什么神让亚伦 做大祭司而不是我 做大祭司而不是让我做 他不服神 摩西亚伦就俯伏在地上 一直在祈求 他就听神 他就听神 神是你叫我做 神是你叫我做的 神是现在怎么做 神是现在怎么做 他就听神的话 他们两个跪在那里俯伏 他们两个跪下俯伏 可拉就这样 可拉是这样 他的同胆那三个 大灯他们 大灯 亚伦就指着 你们擅自专权 你们为什么这样 当我们没有道 指着他们 控诉他们 指责他们 可拉 可拉 大灯 大灯 代表很多很多人 代表了全会众 代表全世界 審判会领导 審判会领导 我们应该怎么做 可拉的话 要谦卑 要谦卑 大灯的话 都是要听 不要描述神 收起指责的指头 不要再发怨言 这样也不够 要像摩西亚伦 俯伏在神的面前 俯伏在神的面前 因为我们在神的恩典当中 因为我们是在神的恩典当中 審判已经临到 现在是神给我们恩典 现在是神给我们恩典 我们是求神恩典的时候 否则我们全都灭亡 弟兄姊妹 我们要悔改 收起指控人的指头 收起高傲的眼目 藐视的眼目 彼此和好 俯伏在神的面前 求神赦免 其实我们都活在审判之下 今天的瘟疫不是偶然的 是神的审判 孩子们时候不多 我呼召我们所有的分堂 所有老爷的弟兄姊妹 我呼召我们分堂 我们所有六姨弟兄姊妹 我们要一起起来禁食祷告 我们要一起起来禁食祷告 我们好像去保护摩西亚伦一样 我们相信当我们这样祈求的时候 神会保护我们 好像保护摩西亚伦 因为某些艰难的时候 神的荣耀会显然的 因为在艰难的时候 神的荣耀会显现 神是与我们同在的 神是与我们同在的 我们这样祈求 起码保住我们自己 我们这样祈求 起码可以保护我们 但是我们不单单要保护自己 但是我们不单单要保护自己 我们要为全地来祈求 我们要为全地来祈求 我们看到一件事发生 我们看到一件事发生 就是今天十六章的四十八节 就是今天的十六章四十八节 亚伦就站在死人和死人中间 瘟疫就止住了 是大祭司 站在死人和活人之间 他是圣洁的 他的圣洁除去病毒 他的圣洁除去病毒 瘟疫止住 就是瘟疫退去 瘟疫止住 就是瘟疫退去了 圣洁去到哪里 病毒就退去 病毒就退去 我们一起在神面前祝福 我们一起在神面前祝福 我们求主耶稣亲自来 我们求主耶稣亲自来 请听清楚 我不是叫我 弟兄姊妹去到那些 有瘟疫的地方 你站在那里 不是 我不是叫你去到有瘟疫的地方 我们要在神面前祝福 我们是在神面前祝福 我们求我们天上的大祭司 我们是求我们天上的大祭司 透过圣灵去到疫区 透过圣灵去到疫区 他的圣洁要临到 Amen 我们大家一起跪下来 我们向神来认罪祷告 我呼召我们自己 我呼召我们自己 我们弟兄姊妹 我们种分堂 这个时候是我们不断的 在神面前祈祷的时候 直到瘟疫过去 直到瘟疫过去 我们先为自己来认罪 我们自己同心好好认罪 我同时请敬拜队 带我们敬拜 我们同声开口 先来认罪 敬拜队也可以带我们 我们承认自己藐视不听的罪 我们承认自己藐视不听的罪 感恩 凶天ologia 哦主啊 求祢吹听我 武汉 你避不湮灭 一切你都已看见 也何况彼岸自己的公义 此爱心是来的救我 主啊 赦免我们的罪 主啊 赦免我们的罪 赦免我们藐视不停 赦免我们藐视不停 我们不服祢 赦免我们靠自己 赦免我们靠自己 赦免我们所有人骄傲自大 赦免我们所有人骄傲自大 也何况彼岸 万民也当与你 耶和华 求祢拯救 求祢赦免我们的罪 赦免全地的罪 哦主啊 求祢吹听我 不悟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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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保住每一间教会 每一个属灵的子民 私恩给全地 大地啊 耶稣已经临到 大祭司在这里 病毒离开 病毒离开 主啊我们仰望祢 求祢施行拯救 给全地有悔改的心 我们是祢的儿女 我们愿意站在祭司这个位分 向祢来祷告 求祢垂听 施行请教 知识愤怒 除去瘟疫 拯救在疾病当中的人 拯救在疾病中的人 被隔离当中的人 被恐惧压制的人 主啊是恩免灵灵 主啊感谢您 来临的等来朝透的会 耶和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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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祢的保余大有功效 心仰要求 祝我们 多谢主 耶和世 奉耶和世 耶和世 我们请祈祢 我们请祈祢 我们最后用一首诗歌来 赞美我们的神 最后我们用一首诗歌来赞美我们的神 祂看见我们所遭遇的 祂应允我们所求 祂应允我们所求的 祂的信实 祂的慈爱永远长存 祂的信实 慈爱永远长存 耶和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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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一起来赞美 耶和黄的圣灵 称呼一切 一起来赞美主的圣灵 赞美主圣灵 赞美主圣灵 黎明在全地的祈祷 黎信时光大 黎明不断绝 祢此爱永远长存 赞美主圣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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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黎明在全地的祈祷 黎信时光大 黎信时光大 黎明不断绝 祢此爱永远长存 让我们献上最美情 和你敬拜在爱里 不分事来在祢殿中 还不打喜乐 让我们殊胜的恩典 赞美情如祢的圣灵 赞美主圣灵 神地高楼救你 永远在这里 让我们献上最美情 和你敬拜在爱里 不分事来在祢殿中 还不打喜乐 让我们殊胜的恩典 赞美情如祢的圣灵 神地高楼救你 永远在这里 让我们献上最美情 和你敬拜在爱里 不分事来在祢殿中 恍惚的喜乐 让我们殊胜的恩典 赞美情如祢的夜 神地高楼救你 永远在这里 神地高楼救你 永远在这里 神地高楼救你 神地高楼救你 永远在这里 永远在这里 永远我们赞美你 从日出之处到日落之地 永远在这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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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以怜悯为恋 他有恩典有怜悯 不轻易发露 又有丰盛的慈爱 你的慈爱比天高 比海深 东离西有多远 祂叫我们的过犯和罪恋也离我们有多远 祂叫我们的过犯和罪恋也离我们有多远 祂叫祢顾念我们 祂已经赐下祢的乙子拯救 祂已经赐下祢儿子拯救 我们在这个时刻就知识耶稣基督的救赎 我们在这个时候就知识耶稣基督救赎 代表我们自己 代表全地 宣告 耶稣的救赎领导 奉耶稣基督的命 祝福整个大地 祝福全地所有的百姓 祝福所有的动物 受造之物 主与我们同在 主与我们同在 也奉耶稣祝福每一个执政掌权者 也奉耶稣祝福每一位执政掌权者 地上的国家政府 你们都是被神拣选 你们都是被神拣选 愿神祝福你们 愿神祝福你们 让你们在这个时刻 可以谦卑地仰望神 实行 执政掌权要做一切的事 愿主祝福给你们 愿主祝福给你们 愿主祝福给所有弟兄姊妹 所有受造之物 神的怜悯临到我们 奉耶稣基督的名祝福你 阿妹 多谢主 亲爱的弟兄姊妹 这篇信息 已经成为你生命的祝福 那希望你和我们继续联络 那我们的网页上 有线上小组的资料 无论你在哪里 都可以参加的 那线上也有我们的奉献资料 请留意我们的频道 下周见